- 剧组拍摄 明星待遇的不同 舞台空调与一支风扇的区别鼓励的 渣拍则听剧片场 为他列舞台空调降温 说是剧组为保护古丽娜 渣不被晒中暑 看似好温馨的关爱 内中是否有演员的矫情在其中 众多米粉已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是拍摄方 关爱体贴古丽娜渣的辛苦 也有人认为有耍大拍的嫌疑 还有人拿它和临心 如拍摄现场做对比 一目了然 什么叫敬业 什么叫矫情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小鲜肉吗 那经得起烈日的炙烤 一不小心就变成了皮胶肉嫩的烤乳猪 那不大杀风景吗 那像林心如人家 可是酒精考验的大牌演员 小小太阳哪能耐他和 真心为林心如点赞 也真心为鼓励那渣点赞 因为艺术家与艺人的待遇截然一样 我认为剧组都做得很不够 应该在拍戏方圆一公里内 用一万吨冰块围成大圈 那样整个拍摄现场绝对如木春风般舒适 这样更能保得住小鲜肉们的周全 哈哈哈哈 王力宏手抱一家四口罩 大女儿手指纵字超猛网 亦娱乐5月30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力宏与老婆李静磊结婚将近四年 遇有两位宝贝千金王嘉丽 王嘉娜 29日趁着端午节前夕 他在微博上晒出玉妻女的合照 并写道今年端午节我们家多了一位成员 粽子也多了一个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 两岁的大女儿嘉丽 似乎只想吃粽子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 王力宏与李静磊婚后时长 一起出席任何公开场合 不过对两位千金可说是呵护至极 先少让他们曝光 29日他罕见在脸书分享全家福照 目的就是想庆祝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照片中可以看到他拿着粽子 明嘴笑看向镜头 一旁的老婆则抱着小嘉娜 头发巧妙遮住其侧脸 在跟着李的视线往下看 原来是已经两岁的嘉丽 一手撑着椅子 一手指着爸爸手上的粽子 似乎非常想吃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这回事 王力宏与篇 庆端午的曝文 完全被大女儿可爱的动作转移了重点 底下的网友看到照片 忍不住笑毁小嘉丽的动作好可爱 小嘉丽肚子饿了 快让他吃把大S千万级豪宅内部曝光 小月儿游戏房比客厅黄大网 一娱乐5月29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东森新闻5月28日报道 女星大S 徐希远 结婚6年多 育有一对儿女 一家人生活和乐美满 老公汪小飞分享女儿小月儿近照 小女孩长大后和妈妈 简直是一个模字印出来的 时而淑女 时而搞怪的样子 被网友连声夸赞好可爱 不过在晒娃的同时 一家人所住的豪宅意外因此曝光了 女儿 空汪小飞擅出多张于小月儿的合照 宝贝女儿古灵精怪的小表情 相当讨喜 俏皮 妇女俩在家中游戏节玩得不亦乐乎 从拍照的角度来看 正好可以完整看游戏式的摆设和装修模样 室内灯光主要采用黄光 照明充足 地板是用木质地板 取代冰冰凉凉的瓷砖地板 布置简约又充满温馨感 放眼望去 除了有一架黑色钢琴之外 一盘还有个粉红色的迷你玩具琴 看来是小月儿的玩具 其他还有个 是各样的玩具摆放在房间内的每个角落 若大的空间几乎要比一般人家的客厅还要大了 不过虽然室内空间大 但从细节上来看 却不会给人大房子常有的冷清感 家的味道也彰显了这家人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 据媒体报道 大S在婚前急入住新一区知名豪宅国家艺术馆 他买下一层一户124平 婚后与王小飞搬到一层二户的官德远见 韩车位约176平 目前市值推估约2.7亿台 B 约合人民币6100万元 2016年年底 夫妇俩在家3.6亿台币购入 台北新一顶楼户 约合8173万元人民币 大S当时表示 想找个可以让两个小孩住在一起长大 公婆来台也能住得自在的家 所以就买了第三间房子 未来则会将现住的官德远见卖掉 王丽红手报一家四口照 大女儿手指纵字超萌网 亦娱乐5月30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王丽红与老婆李静磊结婚将近四年 遇有两位宝贝千金王嘉丽 王嘉娜 29日趁着端午节前夕 她在微博上晒出玉妻女的合照 并写到今年端午节我们家多了一位成员 粽子也多了一个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 两岁的大女儿嘉丽 似乎只想吃粽子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 王丽红与李静磊婚后十场 一起出席任何公开场合 不过对两位千金可说是呵护至极 先少让他们曝光 29日 她罕见在脸书分享全家福照 目的就是想庆祝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拿着粽子 明嘴笑看向镜头 一旁的老婆则抱着小嘉娜 头发巧妙遮住其侧脸 在跟着李的视线往下看 原来是已经两岁的嘉丽 一手撑着椅子 一手指着爸爸手上的粽子 似乎非常想吃 完全不在乎有镜头在拍这回事 王丽红与片 庆端午的曝闻 完全被大女儿可爱的动作转移了重点 底下的网友看到照片 忍不住笑回小嘉丽的动作好可爱 小嘉丽肚子饿了 快让她吃吧